下边我们看第五个 金融服务的纳税审核和纳税申报代理 在金融服务中 首先第一个看金融服务的范围 金融服务包括什么 包括贷款服务 直接收费金融服务 保险服务 金融商品转让 咱们四类 我这里边先说一下贷款服务 贷款服务中咱们强调两个 第一融资性售后回租 按照实质重于刑事原则 它不是按照租赁服务交增值税 而是按照金融服务中的贷款服务交增值税 第一个要注意的 第二个融资性售后回租 差额集税 允许差掉两期后的余额来集税 我们前边强调过 第一个 第二个 以货币资金投资 收取固定利润保底利润了 我拿货币资金投资 我表面上看什么 我表面上看是投资入股 但是我收了固定利润保底利润了 此时它实质什么 我把钱借给你收利息 因此呢 这个利息要按贷款服务交增值税 这是呢 第一个贷款服务的呢 收取 第二个金融商品转让 金融商品转让呢 首先金融商品的范围 包括转让外汇 第一 第二 有价证券 第三 非货物期货 和其他呢 金融商品所有权的业务活动 那么这里边它的期货指的是非货物期货 货物期货不属于金融商品 这咱们呢要注意的 非货物期货和其他金融商品呢 所有权的呢 也有活动 那么其他金融商品转让 包括转让基金 信托 理财 产品等等的 各类资产管理产品 和各种金融衍生品 那么比如说股票指数啊 股权指数啊等等 那都是金融衍生品 这是呢 第一个金融商品的范围 对于呢 金融商品 我们呢 来看一下 转让上市公司的股票 我呢 转的是什么 上市公司的股票 和转让 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有什么区别 那么它在增测处理中 上市公司的股票 叫金融商品 那么你转让上市公司的股票 属于转让金融商品 转让金融商品 要差额交增值税 换句话来讲 转让上市公司的股票 属于增值税的增值范围 而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不属于金融商品 注意 它不属于金融商品 所以呢 转让非上市公司的股权 不属于增值税的增税范围 这是呢 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这是金融商品的一个范围 第二个 金融商品的税务处理 你转让金融商品的话 你金融商品 持有期间取得的收益 包括金融商品到期取得收益 如果你的金融商品是个宝本收益的话 说你的金融商品宝本的 那怎么办 按贷款服务交增值税 它是按贷款服务交增值税的 如果是个非宝本收益的话 则是不征收增值税 你买的金融商品是不宝本的 那么这是不交增值税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企业转让金融商品 那么应该交增值税 而个人 你比如说个人买股票啊 债券呢 理财呀 等等 你把它卖出去了 那么个人转让金融商品 那么他取得收益 是免增值税的 注意 企业转让和个人转让不一样 那么 比如说 个人独自企业转让 要不要交增值税 要交 或者企业转让 交不要增值税 交 那么咱们的自然人和个体共产户 这里边税法里的个人 是自然人和个体共产户 转让金融商品交不交 是免的 这是我们呢 要注意的 这是对于金融商品转让 咱们呢 做一个分析 下面来看一看 金融商品转让的计税依据 金融商品转让 以卖出价 减买入价后的余额 做销售来计税 也就是说 它是差额计税的 差额计税 那么买入价 可以选择加权平均法 注意它可以选什么 加权平均法 或移动加权平均法 来计算呢 它买入价 你买入价有高有低 咱们怎么算 加权平均或移动加权平均 但选择后 36月之内不能变更 这是呢 第一个买入价 那么对于限售股的买入价 怎么确定 我们熟悉了解 第一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分制改革时 在股票复牌之前 形成的原非流动股的股份 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 由上述股份滋生的纵转股 以该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制改革后 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 由上市股份自称的速转股 那么以IPO的买入价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 因上市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形成的限售股 以及股票复牌首日至解禁日期间 由上市股份自称的速转股 那么是呢 以该上市公司因重大资产 重组股票停牌前的呢 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做买入价 这是停牌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做买入价 这是第三个 第四 单位呢 将它持有的限售股 在解禁流通后对外转让 如果呢 你按上市规定确定买入价 低于 我该单位取得限售股的实际成本价子 那么则是 上市的买入价和实际成本价 哪个高 按哪个呢 来确定 也就是说 以实际成本价来确定 这是呢 限售股买入价的确定 大家呢熟悉 这是 第一个 差额继税 第二个 正负差 也就是说 你这个月 是有负差 那么这负差 可以呢 用下期的正差来相比 那么在一个纳税年度内 可以相比 但是年末负差 你到年底了 还有负的 负数 你呢 买卖价差是负的 那此时不能转入下一个年度 不能转入下一个年度 如果你年底有负差 那么由于负差形成的 这个转让金融商品 那么的增值税怎么办 那么你要把它截平 咱们一会会看账务处理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 金融商品买卖 不能开专片 就不能开专片 我们已经呢 前面介绍过了 这是第二个 第三 它的账务处理 金融商品转让的账务处理 它是按照盈亏相抵后的余额来积税 金融商品转让 在转让时 你不考虑进入 不考虑增税 该怎么积账怎么积账 那么等到呢 咱们这个到月末了 再呢 这个考虑增税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 它的账务处理 然后再以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 比如说 月末了 你卖的时候 你有正负差 你不管增值税 你月末了 产生收益了 那么你用这个收益 比如那收益是100万 咱们用这个收益 100万 比如说 你是增值一般大神 你除以1.06乘6% 叫增值税 那么此时你是 借投资收益 等科目 你把你当时的那个 差额记得的科目 你到底是记得投资收益了 还是记什么 我把它借掉 减少它的投资收益 那么 但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税 这是呢 你要产生大税用了 下边你交的时候呢 要不要转到 未交增税里边 不需要 直接借应交税费 转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但以后总算就OK 下边 如果产生转让损失了 我损失之后 我可以截转下月月 继续呢 抵扣税额 所以你 按照截转下月月 允许抵的税额 你比如产生了 负差100万 那么这个 差额可以截转到下月月底 所以呢 下月月你可以少交 100万除1.06 乘6% 那么此时你就是 借 你应交税费 借房 说明你负贷减少啊 你应该交的税款减少啊 就咱们 借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带投资收益等等 那这次呢 愿望负差 等你交增税的时候 咱们呢 刚刚说过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不需要转到 未交增税里边 咱们交增税的时候 直接借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带银行存款即可 下边你年末有负差 年末有负差的话 说明你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有借房的余额 那么这个借房余额 能不能在下一年 抵扣增税去 不能了 不能了 咱们就把它转平 转平到哪去 它来自哪 去到哪去 回哪去 就是说你从哪给它提出来的 又给它打回去了 所以呢 你会减少投资收益 你看借投资收益 带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把这个借房的余额 通过贷房 把它抵消掉了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那么其他需要注意的呢 取消政策 第一 资管产品运营过程中 发生的增税应税行为 以资管产品管理人 为增值税的纳税 这是资管产品管理人 你比如说 你的这个基金呢 你的这种呢 这个信托产品呢 理财产品 这叫资管产品 以资管产品的管理人 为纳税 自2018年1月1号起 资管产品管理人 运营资管产品 发生的增值税行为 适用减益进去的方法 按3%的征收率 交增值税 第一个 第二个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 金融租赁公司 证券基金管理公司 证券投资基金 以及呢 其他经人行 银保监会 证典会批顿成立 且经营呢 金融保险业务的呢 机构 发放贷款后 那么自节息日 你把钱带给别人了 然后别人还不起 那怎么办 自节息日期 90天内 应收未收的利息 那么按规定 要交增值税 那也就是说 90天之内 叫做全责发生值 不管收没收利息 都要交增值税 但是自节息日期 90天后 发生的应收未收利息 暂不交增值税 但实际收到利息时 按规定交增值税 也就是说 那么欠的利息超90天了 咱们叫做收付实现值 那么不再 就是呢 你应该收的利息 没收的 不再交增值税 这叫做90天之内 叫做全责发生 9天之后 叫做收付实现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 自2018年1月1号起 金融机构开展贴线 贴线 那么我做贴线 我收了利息10万 然后我去转贴线 那么转贴线呢 那么转贴线这家 收了15万 怎么办 那么开展贴线 转贴线业务 以及实际持有期间 取得的利息收入 做贷款服务 交纳呢 这个增值税 那么以实际持有期间 收的这个利息收入 来交的增值税 这是咱们的金融服务 对于呢 金融商品转让的账户处理 我们来看呢 一个小的简答题 这道题目是 某增值一般纳稳 2022年11月 转让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管理的A债券 卖出价是120万 对于呢 买入价130万 也就是说 11月份 他呢 亏了10万块钱 有一个复查 12月份 转让作为交易性金融资产 管理的股票 卖出价150万 对于呢 买入价138万 那么说明赚了12万 请做出11 12月份 具体交纳增税的账务处理 这账怎么做 咱来看一看 首先11月份 他亏了10万 亏了10万 他可以截转到下期 来 那么 政府差可以降低 所以呢 他下期可以少交增税 那么因此 可以截转到下期呢 后的增税 咱们通过 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未交增税的借方 所算 那么应该是 10万除以1.06 乘6% 所以咱们 借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那么是 5660.38 带投资收益 5660.38 这是呢 第11月份 12月份 那么他赚了12万 赚了12万 他当时卖的时候 就直接呢 是借银行停款 然后呢 带呢 交易性金融资产 那么 借银行费款的是150万 带交易性金融资产呢 是138万 带投资收益 是12万 那么这投资收益 当时他考虑没考虑增税 没考虑 现在这12万要交增税 所以12万 除以1.06 乘6% 交增税 6792.45 咱们借呢 投资收益 带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这时候大家你可以看到 我11月份 有什么 有借 应交税费 那么应交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这是多少 10万 除以1.06 乘6% 那是5000多 而这应该交 6700多 那什么结果 两者相抵消 一个是借房 一个是贷房 那我剩了贷房金额 剩了1100多 这体现出什么了 体现出来 上个月的复查 可以在这个月 用正查来抵消 抵消完之后 我还剩正查 剩2万 所以你看 12万 除1.06 乘6% 减去10万 除1.06 乘6% 相当于是2万 除1.06 乘6% 来交增税 所以咱们应该交增税 借应交税费 转让金融商品 应交增税 这是1130.08 代银行总管 1130.08 这是咱们的 转让金融商品 它的一个账务处理 这是我们 五个特殊情况 有什么 有建筑服务 有房地产开发 有不动产的 经营租赁 有不动产的销售 还有金融服务 对于呢 现代服务 生活服务的呢 那是人和 那是贸代理 我们在前边的 第一节 基本规定的税率 那个位置 已经介绍过了 这里边不再介绍 但我们一起呢 来看一下 咱们教材中的 一道呢 例题 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例题 在咱们教材的 345页 这是例5.2 我们来看一看 某涉税专业服务机构 受理某宾馆 2023年3月的增值税的呢 应纳税额计算和申报表呢 填写 你按照先说法规定来计算就行 这是什么时间的 2023年的3月的 要用2023年的催新政策 假定该宾馆细增税一般纳税 设有客房部 餐饮部 营销部和商场等业务部门 分别从事速速服务 餐饮服务 会展服务 货物销售等经营业务 各业务部门的收入和成本费用 分别进行明细核算 以向主管部门 主管事务机关递交了 适用10%的加级减政策声明 因为呢 它是宾馆属于生活服务业 生活服务业 它呢 适用2023年 它整个一年 适用10%的加级减政策 这个你要不要写的演算纸上 这是重要信息 10%的加级减政策 那紧接着 根据宾馆提供的财务核算 增税发票管理新系统和其他呢 相关资料 经税务师收集资料 2023年的3月 发生与增税相关的业务如下 看看呢 与增税相关的业务 那么 在看业务之前 咱们把题目最后的一个 第四其他情况提到前面来 经审核 这个宾馆 2023年2月增税申报表 那是申报后 留底税额是8万 那么如果是我 我一定是把10%的加级减政策 还有呢 这8万的 这个留底税额 那么写后边 写在演算纸上 下边服务 不动产 无新资产 扣除项目 无期出余额 那么下级减政策的期末余额 1200 那么有个加级减政的余额 上期的余额 有一个1200块钱 写在演算纸上 当初开的征税发票 都已按规定进行了报税 取得的专票 海关进口征税专业交款书 和通行费电子发票 通行费电子发票 按什么 这叫做普遍的外表 那么这叫做专票信 所以他要做查询 他要写到哪去 专票的位置 这咱们首先要就要掌握的 那么已经登陆了 征税发票综合服务平台 做查询选择用于申报 顶后的发票信息 这是咱们的第四个情况 好了 我们来从前到后看 第一个 收入方面 那么住宿服务加税合计 222万6000 其中开专票金额 是合计10万 税额6000 那么开普遍金额60万 税额36000 那么如果你要填 副列资料以本期销售情况明细 肯定要这些信息 但是我这里边不带大家填 本期销售情况的明细了 那么那个要填各类发票的信息 它还是相对麻烦的 而且咱们考试这么多年也没考过 下边以宾馆发行的单用途卡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结算的呢 住宿费金额合计呢 是53万 还有零星个人住宿费 价税合计呢 95万4 那么95万4没开发票 那么不管开不开发票 你要不要交增税 要交 所以就是价税合计 222万6000就OK了 下边 另外因住客损坏宾馆设施 而收的赔偿款 合计2万1200 那么客户在住宿过程中 给咱们损坏的 是由于我们呢 提供了这个宾馆住宿服务 它呢 给咱们付呢 这种损失赔偿金 那这个损失赔偿金 是我们发生应税行为 收的损失赔偿 那么应不应该交增税 应该交 即使没开发票 这2万1200 也要交增税 所以你看 损坏赔偿 属于你发生应税行为 你提供宾馆住宿服务 收到的损坏赔偿 应该交增税税 那么所以住宿服务 当期的销售额 销售额 分别是多少 销售额是222万6000 加上2万1200 两者之和 那么除以1.06 要不 其实要不要 那么写的这么复杂 其实没必要 直接这个位置就写什么 222万 那么6000 就OK了 下边损坏赔偿 也叫增税 所以是21200 那么因此是222万6000 那么加上21200 那么这两者之和 除以1加6% 一共呢 是212万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销售额 第二个 它的销项税额是多少 212万乘6% 应该是呢 127200 所以这项业务结束之后 咱们的演算纸上 什么样的 你要整理的相应信息 住宿服务 采用的是一般计税方式 它的销售额 那么这个销售额 我们要写扣减钱的销售额 为什么写扣减钱 现在的销售额 因为增值税 那是申报表 它要呢 以它的销售额 以扣减钱的销售额为准 这是212万 那么销项税额 是127200 它不需要预缴增值税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项业务 整理的信息 下边 第二项业务 整理的信息 餐饮服务 价税合计收入 是106万 那么这是 整体的呢 收入 其中开 普票金额 是70万 价税 它的税额合计 42,000 以宾馆发行的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 结算的餐饮服务收入 是42,400 那么 你单用途卡 你在发行时不交 等到他能拿单用途卡 结算 消费时 才交增值税 包括前面的宾馆服务 也是如此 他在呢 拿这个用途 单用途卡 和多用途卡 结算时 咱们要交增值税 下边零星个人餐饮服务 加税合计 是275,600 没开发票 即使没开发票 也该交增值税 所以他餐饮服务 怎么办 就是106万 除以1加6% 这是他的呢 销售额 销售额是呢 100万 其实这个数字 是多少 70万 加上 42,400 加275,600 那么后边两个数字 出1.06 得到呢 也是100万 也就是说 70后边的数字 是解释 前面这些信息的 那么 参与服务的销售额 是100万 销售额是多少 是100万乘6% 是6万块钱 因此 这项业务结束之后 咱们的 餐饮服务的 计税方式 是一般计税 销售额 是100万 销售额 6万 没 不需要预角增税 这是呢 我们整理的信息 你要填表 要一点点 整理信息 那下边第三个 会展服务的 加税合计 是84万8 均开了专票 金额合计 是80万 税额合计 4万8 所以这个是最简单的 那么会展服务 它的呢 销售额 是80万 那么销项税额 是4万8 对吧 那好了 这项业务结束之后 咱们整理的信息 演算上整理的信息 会展服务 一般计税 那么 销售额 80万 销项税额 4万8 不需要预角 那实际上 就是一点点 再整理信息 那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看起来东西特别多 来咱看看 商场销售货物 价税额合计 78万3 这是价税合计 那么均采取现金或转账 结算 其中出售农林特产 取得价税合计收入 21万8 那么农林特产 关键词 增值税税率 9% 农产品 林业产品 这广义农产品 增值税 9% 开增税专票 金额6万 税额5千4 开普票 那么金额合计 是9万 税额8千1 其余没开发票 不管开不开发票 其实你只要不填 本期销项税额明信 这个数字 你就不用管它 那么这么多年 咱没考过 销项税额明信 这个账票 你考销项税额明信 如果让我考 我不会考你 这个整理发票的信息 因为整理发票信息 在系统里边自动出 那么顶多考你一个 差额继税 这么填边 这是我们注意的 下边第二个 出售服装 一定要注意这个符号 这是个分号 前面是一拨的 后面是一拨 出售服装 工艺品等货物 取得价值合计收入 56万5 那么这个数字 它收的税率多少 13% 你看一看 21万8加56万5 是不是等于78万3 说明咱是这两个合计 下面开专票 金额40万 那么税额5万2 那么开普片 金额呢 7万 税额9千1 其余没开发票 不管开不开发票 增值税都要交 这是呢 咱们的78万3的构成 一个是农林特产 21万8加税合计 一个是其他 是13%税率的 是50万5 此外 那么 20129年3月 销售的一批工艺品 存在质量问题 经协商商场 在当月退货 购买方无法退回 原开具专票的呢 发票联和抵扣联 为什么呀 过的时间超过单月了 它退不回来了 下边 凭购买方填开并上传的 税务机关建议呢 开具 红字专票信息表 开了红字专票 金额8万 税额12800 为什么呀 因为当年的税率16%呢 所以是8万乘16% 税额是12800 那么这块要怎么办 要减少你的销项税额 减少你的销售额 所以这项业务结束之后 什么结果 咱们呢 货的销售额 是农产品 是农林特产 21万8除以1.09 那么其他商品 是56万5除以1.13 那么退货减8万 所以货务销售额62万 那么它的呢 销项税额应该是 21万8除以1.09 乘9% 加上56万5除以1.13 乘13% 减去咱们的 红字充的销项 所以是70200 那么这个业务结束之后 咱们整理的演算纸上 什么样子 整理的演算纸上 货务销售是一般计税方式 它的呢 销售额 那么是扣减 扣减钱的销售额 是62万 销项税额是70,200 不需要预缴增值税 这是呢 整理的演算纸 后边 咱们填身帽表要用到 那么大家一定要 踏踏实实用心的 你说会不会在咱们的 最后的考题中 考这么复杂的道题 不会 但是我是希望大家 踏踏实实的把这个题 您自己做一遍 填一遍咱们下载的增税 申报表 然后咱们再来 这个说简单的题目 你把这道题目攻克了 那么填表题 没有难度了 增税填表题 来接着看 第五个 客房重新装修 更换新的设施 将客房中原有的300产电视 以价税合计16万收除 那么价税合计16万收取 宾馆选择按30%增收率 并减按2%交 还增税普票 那么金额是155339.81 税额3106.79 其实这个票特别有意思 您知道怎么办吗 首先咱们的减计计方法 它的税额是多少 税额是16万除以1.03 除以的是什么 1.03 乘用的是2% 那么一共是3106.79 没问题吧 但是在填表时 它是能填对的人特别少 来看一看 这数字 首先大家你会看到 那么这个销售额 这个销售额 和你刚才的这个销售额 大家看到了吗 这个发票金额 它的税额其实呢 你会看到不一样 为什么呀 它的税额是这个三千多 这三千多怎么来的 三千多不是一个数出来的 是两个数出来的 那么销售额是用16万 除以1加3%来的 填到减计计税 你看它计计方式减计计税 一到处央 这出现了减计计税了 销售额 那么15万5339.81 等于16万 除1.03来的 这一个 然后它的应纳税额 它不叫三千多税额 它叫应纳税额 它应纳税额怎么来的 应纳税额 用16万 除1.03 乘3% 你要注意啊 乘3% 你说老师明明减按 百分之二 别着急 咱们这是16万 除1.03乘3% 这个应纳税额是 4,660.19 填到减计计税的 那一行里边 下边你减征的 那一个百分点 那也就说 15万5339.81 乘1% 那么这是 1553.40 这个数字填哪去 这个数字填到咱们的 应纳税额的减征额 那位置 这填减征额 填两个地方 两个地方 4,660.19 减去1553.40 才得到 那应纳的税额 三千多 这是通过两个数字 把它挤出来的 这事大北亚呢 要注意到 下边第六个 省外出租的办公用房 按协议预收 2023年 3月到12月份的呢 房屋租赁 加税合计 是3万6 没开发票 即使没开发票 你的房屋租赁 在预收款时 增出那些意义发生 已向办公用房 所在的税务机关 填报了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的预交表 并预交了1万2 取得办公用房 所在的税务机关 出的万税品证 那这时候怎么办 这是他当月的 销项税额和销售额是多少 销售额43万6 除以一加9% 因为这叫 不度产租赁 税率9% 那么这是咱们呢 这个不度产租赁的呢 这个销售额是40万 他的销项税额是多少 40万乘以9% 是36,000 那么他的预缴的增值税 是用40万乘3%预缴的 所以预缴的税额是12,000 那么因此这件事情 结束之后 咱们呢要注意 它是什么 它是出租房屋 是一般计税 没有特殊情况 咱们按一般计税走 那么下边销售额 是43万6除以1.09 是40万 销项税额是36,000 那么已经预缴了12,000 预缴的12,000 要写在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的 附列资料4里面 那么要注意啊 计税方法要写清 一般计税还是减计税 这是咱们的第六个业务 第七个业务 将银改增钱 以200万元购置的 本市一间商铺出售 取得价税合计收入252万5千 宾馆选了简易计税方法 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方法 简易计税 对于这个业务 咱们题目 它写的是差额征税 差额开发票 对这个问题 我专门问过税务机关 那么你的房屋销售 那么差额计税的时候 到底是差开票 还是全开票 最后呢 得到一个答案是什么 税务机关给你代开的时候 都是差额待开的 而企业呢 这个自行开的时候 有全额开的 有差额开的 那么税务局说 现在没有明确文件 规定的必须差额开 所以这个位置 在实践中是有争议的 那么在考试中 咱们按照咱们教材来 咱们教材写的什么 写的是呢 差额征税 咱们就呢 差额开了发票 那我尽量的会避免这个问题 会避免这个问题 这一个 那好了 这时候我差额计税 差额计税 我问大家 销售额写多少 它的差额计税的税额是多少 那么差额计税 它的应纳税额 应该用全部加款 加费用252万5千 减去你当时的买入价 200万 那么买卖价差 那么除以1.05乘5% 它应该纳的增值税 是25000 这是它的减计税的应纳税额 那下边我问大家 你在写演算纸的事 什么样子 这里边就出事了 要特别注意 咱们的一至十行的销售额 有差额计税 下边的话 它填扣减钱的销售额 这是咱们的一般纳税 纳税报表的填写说明 所以这里边你看销售房屋 减一计税 差额计税 什么结果 销售额是用252万5千 除以一加5% 一定要注意 这252万5千 除以一加5% 那么这是240万4761.90 这一个 那么它插的那200万 写在哪去 它插的那200万 要写在咱们的这个复列资料3 它的扣除项目表里边去 这大家呢要注意一点 它的应纳税额是25000 这是呢 咱们的销售房屋 它本地销售 没让它预缴 对吧 那下边第八个 销售单用途卡 单用途的商业预付卡 价税合计是200万 接受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的 持卡人充值 价税合计是30万 均开了不征税的 增值税呢 这个普通发票 也就开了6次发票 那么你销售单用途卡 和多用途卡时 增值税纳税又发生了吗 没发生 没发生 不影响咱们的增值税的审保表 这是呢 销售角度 它的呢 这个数字的填写 所以我们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把一般计税和减计税分开 那么一般计税的 我这里边就不一个也说了 写着一般计税的放在一起 把它的扣减钱的销售额写在一起 算出来是494万 那么销项税额 算出来是341,400 那么已经预缴了1万2 这是呢 销售的呢 一般计税情况 那么减计计税情况 一个是销售就电视机 一个是销售房屋 减计取差额征税 扣减钱的销售额 一个是155336.81 一个是2404767.90 那么一共 它的扣减钱销售额 256101.71 这将来铁饼都要用 它的应纳税额 这不叫销售 销售额了 叫应纳税额 那么应纳税额 是第一点是呢 免征钱的 有减免税钱的 是4660.19 加上255 所以是29660.19 填到增税纳申办 主表的21行 然后呢 它的这个数字 它的呢 这个减证额 填到第23行 应纳税额减证额 1553.40 这是呢 咱们的销售信息 紧接着 它的呢 进向的顺息 进向信息中 各业务部门 采购货物 及取得的原始凭证的 汇总如表 一说是 一大堆的进向税额信息 简单看 客房部 买床单等床上用品 拿到专票 分数三份 那么分数你不用考虑了 那么金额12万 税额是15600 拖鞋牙膏等等 住宿用品 专票五份 那么金额8万 税额是10400 所以这两个加在一起 专票里边是多少 这是20万的金额 加上 那么26000的一个税额 对吧 好 下边预付装修费 拿到了增税普遍 这不增税的普遍 那么因为呢 你的客房装修 没有竣工 只是给你预付款了 那么这个金额是16万 影不影响你 击下水的底扣 不影响 下边电视机及智能化设备 这是拿的海关进口增速 专业交款书 说明从国外进口的 分数一份 金额120万 税额15万6 这个可不可以抵 可以抵 所以咱们的客房部的情况 什么情况 可得进一下 专票 金额20万 税额15600 加10400 那么第二个 从国外进口的那种 智能化的电视等等 海关进口增速 专业交款书 那么金额120万 税额15万6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项采购 第二项采购 餐饮部 那么买酒 饮料 餐具 调味品等等 拿到的专票 分数8分 那么金额 是20万 税额26000 那么这可不可以抵 金项 可以抵 这是专票 写在专票的里边 下边 蔬菜 海鲜的农产品 上来复杂了农产品 这是增值税的普通发票 免税的是谁开的 农场 渔场 自产并开局 这叫农业生产 自销农产品 写到哪去 这15万 写到咱们的农产品销售发票 或者是收购发票上 那么紧接着增值专业发票 三份 金额16万 税额4800 小规模纳身自开 是16万乘3%自开的 那么这个写到哪去 小规模纳身 3%的专票 也写到农产品 收购发票销售发票里边 所以这项业务结束之后 咱们的餐饮部的发票情况 专票金额有20万 税额26000 那么农产品的普票 这个普票指的是 农产品收购发票销售发票 还有3%的专票 也小规模纳身3%的专票 那么金额 一个15万一个16万 一共呢 是31万 那么税额 31万 乘于多少 那么 小规模纳身3%的专票 也允许按9%底 那么到底能不能加计扣除 按用途 它用于了餐饮 那么用于6%的用途的话 不能加计扣除 所以直接用31万 乘9% 这是27,900 这是自己算出来的 27,900 那么这是第二个 第三商场 商场买服装工艺品 拿专票 7份 金额40万 税额5万2 盘定会低 那么农林特产 拿到免税的增值普票 谁给的 农场 林场 资产 并开局的 那么写到哪 农到农产品销售发票 那么收购发票里面 那这是按百分之几底 按9%来底 下边 买坚果等农产品 拿到了税务机关 代开的专票 那么金额7万 税额2100 说明是7万乘3% 那么相当于 税务机关 代开的3%的专票 那么小贵宫大神 通过税务机关代开 全部发出 那么委托加工生产 中秋月底 那么委托 加工 那么13%是率货物的 允许 加计扣一个点 所以 这7万块钱 还可以加计扣一个点 因此 这项业务结束之后 什么结果 这项业务结束之后 咱们的 商场这块 专票 是40万的金额 税额 40万乘13% 5万2 那么农产品的 收购发票 销售发票 还有呢 小贵宫大神 3%专票 一共金额 是20万 金额20万 一个是13万 一个是7万 那么 税额20万乘9% 但是老师还有个加计扣除 别着急 那么这是个 先按9%扣 紧接着 你发出去 加工呢 这个 呃 咱们 13%税率的货物的 你加工中秋月底也好 你加工肚子也好 加工什么也好 好了 那么这个 可以加机扣一个点 那7万块钱 可以加机扣一个点 所以加机扣除 700块钱 都会影响到 那么 进向所有的停写 这是 第一大个 各个部门买东西情况 紧接着 支付水电通信费情况的 汇总 如表2 那么有水费 电费 通讯费 都拿的是专票 咱们用不用一个再写了 那么 只要专票是没问题的 水费3% 你看2万乘3% 那么电费9万乘13% 那么你的通讯费 3万乘6% 那么还有呢 1万乘9% 为什么要有基础 那个电信 有增值电信呢 那么咱们就是 这个发票没问题 把它几个加一块 2万加9万加3万 加呢 这个1万 一共是15万 那么税额 也把它加在一起 那么整理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整理出来的结果 是水电通讯费 那么票据类型是专票 金额15万 税额1万5 这是呢 咱们的第4类呢 可抵进一下 下边一项业务 是3 支付客房部和餐饮部 服务人员的 劳派遣的费用 取得劳派遣公司 以差额征税开票功能 排除的专票一份 那么金额 79万5200 税额4800 价税合计 80万 那么你别管人家怎么开的票 这张票只要是合格的 那么叫什么 叫专票 可抵的金项是多少 可以抵的金项 这就是呢 咱们差额征税的专票 是79万5200 那么税额是4800 这是呢 咱们可抵的金项 下边紧接第4个 支付客房部的床上用品洗涤费 取得专票一份 金额5000 税额300 加税合计5300 能抵吗 能抵 支付广告费 取得了专票一份 金额7万 税额4200 能抵吗 能抵 所以呢 整个一共加在一起 那么金额是一个5000 加一个这个7万 税额呢 一个3000 加一个呢 4200 所以这项一有结束之后 你看我们的可抵镜像 一页都放不下了 两页 你看 洗涤费 广告费 他的专票金额 一个是5000 一个是7万 一个是税额 一个是3000 一个是4200 写过来 那么 下边紧接着第6项 在收费公路发票服务平台 打印通行费 电子发票20份 其中10份 为高速公路经营公司 开的征税发票 能抵金项吗 能抵 金额合计5000 税额150 那么不但能抵 他还放着 试着专票来抵 那么6份 一级二级公路 开的呢 征税发票 金额2000 税额2000成5% 100 对不对 对 高速公路3% 那么一级二级公路 5% 下边 4份 ETC 客户服务机构 开的 不征税发票 价值合计1200 那么这一部分 是什么 不征税发票 不能抵 如果呢 他给你个 乔杂通信费的指示发票 能抵不 能抵 那么乔杂通信费的指示发票 写在其他里边 而咱们的通信费的电子发票的 征税发票 写在专票里边 所以金额一共多少 是5000加27000 税额150加呢 100是250 所以 那么咱们这个 道路通信费的进项 是250元 这项业务结束之后 大家你可以看到 咱们可抵的 进项税额里边 那么通行费 看到了吗 电子发票 它叫做 普遍的外表 专票的新 写在专票里边 这个金额7000 税额250 这是呢 可抵进项 这是 第六个业务 第七 宾馆管理人员和员工 报销出差的 旅客运费 航空运输 电子客票 行程单单12份 其中十份 是境内航空运输 票价燃油附加 合计15000 能抵吗 能抵 那么 下边另两份 为国际航空运输 那么票价燃油附加 合计金额 是2万 能抵吗 不能抵 因为国际运费 不能抵运 抵心强 那么铁路车票18份 票面合计 6800 可以抵不 可以抵 那么公路客票4份 合计票面721 能抵不 能抵 前边 咱们的铁路和 航空运输 客票行程单 按9%底 这边按3% 这按3%底 那么以上 旅客运输 发表均载有 宾馆相关人员的 身份信息 那么是可以抵的 可以抵 那么这个过程中 它的金额 金额 其实我们老师 一直开会的时候 都有争议 有的老师说 咱们就应该按 那么用 票面金额 除以一加税率 来算 有的说 咱们就按呢 这个什么金额 按照呢 票面金额算 其实这个税法 又没有明确规定 没明确规定 没明确规定 我们不争议 按教材来 按教材来的话 因为这个内容 我问过 你填哪个系统 都不会说你出错 所以可以抵的呢 进向税额 它所对应的 这个运输票据的呢 金额 是15000 加6800 加721 是22521 第一个金额 那么它的 进向税额 是多少 是 韩国域 虽然可票 新通单 15000 除以1.09 乘9% 那么 铁路车票 6800 除以1.09 乘9% 那么咱们的 这个 什么 咱们的呢 这种公路课票 是721 除以1.03 乘53 所以计算出 合体进向 1821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七项业务 第七项业务 结束之后 大家你别看 我这里写的很多 其实就在你 也算只要一直放着呢 那么 旅客运费 这个位置 它什么结果 旅客运费 这个位置 咱们的金额 是 22521 税额 1821 这是呢 咱们的 可底进向 所以 到这 进向税额 结束了 进向税额 结束了 我们对进向税额 做整理 你看 整理 结果什么结果 第一个 可底进向 专票部分 把刚才那个表的 所有的专票 整到一起来 你说老师 我写的时候 就写在一起 行不行 当然最好了 但是我没那么整理 那你看 我现在整理 专票这部分 咱们把刚才的票 就里边 专票拿出来 你看 客房部的专票 餐饮部的专票 商场的专票 水电费 水电通讯费的 劳派遣费的 启迪费的 广告费的 通行费的 通行费 它叫做 普票的外表 专票的金 它写在专票的位置 所以你看 把它集的金额 加起来 是182万7200 税额加起来 12万8500 这是呢 可底的 进向中的呢 专票部分 第二个 它用海关 进口增税 专家20款书 底的 那么金额是120万 税额是15万6000 第二个 又出来了 紧接着 咱们的农产品 收购 销售 发票 这部分 那么咱们的农产品的 普票 3% 转票 一共有一个 31000 有一个 2万 那么一个是咱们的商场那块 一个是咱们的餐饮部分那块 那么一共加一块 是51万 那么底的进向 是51万 乘9% 45900 那么加计扣除 是咱们用来呢 加工3% 顺利货物的 加计扣 这个一个百分点 是7万乘1% 这是呢 这个700块钱 那这是咱们农产品收购发票 销售发票 这是特定进向 紧接着旅客运费 旅客运费要写在两个地方 哪两个地方 一个是 这个 咱们的呢 呃 其他扣除品种的 其他 发币那位置 旅客运费的金额 是 22521 税额 1821 同时 要为了统计信息 咱们旅客运费 抵扣屏障的位置 要写呢 像样的数字 这是呢 咱们进向税的整理 进向税的整理 大家你现在就可以填 负列资料2去 这是呢 一个 下边 支付增值税税控系统 技术维护费 取得专票 是一份 金额1320.75 税额79.25 加税合计1400 那么这个加速合计1400 它抵不抵进向 不抵进向 它要做全额抵减 全额抵减填哪 先填负列资料4 税额抵减情况表 你看着 你就可以往那填了 税额抵减情况表 然后从负列资料4 转到主表的第23行 应骂税额 减正额组 这是呢 我们要注意的 这是进向税额 和全额抵减的情况 下边 第三个 进向税额转出 有三项业务 我们来看一看 第一个 商场一批工艺品被盗 经确认该工艺品购进时 取得专票 金额是5万 税额是6500 被盗后 按宾馆内部制度规定 商场负责人赔了1000 经审核确认 该批工艺品的增税进向税额 在2019年12月份申报抵扣 并加计抵减了15%的税额 因为当年咱们是加计抵15个点的 好了 这部分结果什么样子的 首先它进向税额转出多少 转出6500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份进向税额转出 影不影响咱们加计抵减的 那个抵减额影响 因为呢 这份进向 想当年购进时 那么加计抵减过 现在就转出 会使得你加计减额减少 这是呢 咱们的第一个 那么这时候咱们也有学员问 说老师我当年加计减的15% 我现在是不是按15% 再减少加计减额 不是 就按你现在加计减额的比例 10%来减少加计减额即可 这是呢 第一个 第二个 因质量问题退货的工艺品 经于雇货方协商 向雇货方退货 按原购进时取得的专票 那么6万 税额9600 那么当年的税率是16%呢 那么按照9600 填开了开具 红字专票信息表 并上传 那么工艺品 已退还给供货方 商务取得供货方 开的红字专票 也没收到退货款 经审核确认 该工艺品 在2019年1月构金 并与当月申报抵金项 那么2019年1月构金的 现在那么你退货了 那么我问大家 影不影响咱们的加计减减 不影响 因为2019年还没有做加计减减呢 2019年4月1号开始才做加计减减 所以它不影响加计减减 但是呢 这时候 你只是呢 这个开了红字发票的信息表 没有取得对方开的专票呢 你要不要做转出 要做转出 那么这时候咱们要做 记下手要转出 那么这是这个红字专票信息表 著名的记项要做转出 转出9600 由于当初这笔记项 没有加计减减 所以它转出并不影响减减额 这是呢 第二个 第三 2021年3月构金服装 取得并于当月申报底的一份专票 金额8万 税额10400 价税合计是90400 于2023年2月 接到主管税务机关通知为异常凭证 经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核实 于当月确认为不符合抵扣条件 抵扣金项税额要转出 说明这个企业是一个纳税等级A级 A级呢 它是先申请核实了 核实之后 那么还是不符合抵扣条件 做转出 那么这时候做转出 那你看应该转出 金项是10400 它影不影响加计低渐额 影响 因为呢 咱们2021年的买进的时候 抵过金项了 现在呢 它做转出 要影响加计低渐额 所以整个的企业 金项需要转出是多少 6500加9600加10400 一共是26500 那么影响的加计低渐额 应该是只有第一项6500和第三项10400 影响加计低渐额 加计低渐额应该减少6500加10400 也就是16900乘于10% 现在的加计低渐是按10%低渐的 所以那么加计低渐减少是1690 这是呢 整个业务完成了 整个业务完成了 咱们根据上述收集整理的资料 结合现行增税政策规定 税务师呢 计算2023年3月 这个宾馆应纳增值税 那么来看一看 应纳增值税呢 咱们填负列资料3 为什么呀 它有差纳税 差纳税 你看 它卖了那个房子 2万 是卖了2525000 买进价是200万 所以你看5%征收率的项目 咱们填负列资料3 那么本期服务不动产 无新资产的价税和计额 注意是价税和计额 2525000 那么它的服务不动产 无新资产的扣除金额 本期发生额是200万 200万 本期应该扣除的金额 期初是零 那么本期发生200万 所以本期应该扣除200万 200万和2525000比 200万小 所以本期实际扣除200万 那么扣除完之后 期末余额是零 这个数字要转哪去 转负列资料1 负列资料1 就根据你的销售情况 来填负列资料1那表 负列资料1 我就不给大家填了 大家自己看一看 紧接着负列资料2 是最需要大家呢 注意的 其实我们已经该整理资料 整理完了 你看 认证相互的专票 金额 咱们前面算过 是1827000 含通行费的电子铺票 那么税额128555 那么其他扣除品证中 海关增值税专业交款书 120万 税额156000 那么农产品收购发票 销售发票 是呢 51万 税额45900 那么农产品的 加级扣除的进项 应该是呢 700 咱们的其他里边 写的什么 旅客运费的金额 22521 那么税额1821 所以 它的其他扣除品证的 金额合计 是120万 加51万 加上 22521 是呢 1732521 那么税额 这是呢 咱们的150 咱们的税额 是156000 加45900 加700 加呢 1821 是204421 这是呢 一个 紧接着 本期用于抵扣的 旅客运出的扣除评障 这个位置 是金额 22521 税额1821 那么紧接着 当期生贸底的进项 这个第十行 只做统计信息之用的 它不会让你重复加的 所以 它的 当期生贸底的税额 应该是呢 它的金额是 1827200 加上 1732521 等于 3559721 那么 紧接着 它的税额 是 128500 加上 20万 那么 4421 这是呢 332971 这是呢 大家要注意的 这是一个内容 那 紧接着 负列资料2的 进项税额转出 进项聚合转出的 总额是 26500 其中 非正常损失 是 6500 一个 红字专用发表 新一表著名的 进项 是9600 那么 异常增出 口评论 转出的进项 是 10400 把它呢 进项税额转出 又分类 写了一遍 这是呢 负列资料2 那负列资料4 是这样子的 负列资料4 税额抵减情况里边 增值税 税控系统 专用设备 及基础物费 本期发生额 1400 本期应该抵减 那么 7出是0 本期发生1400 所以本期应该抵减1400 实际抵减1400 这第一个 那么 出租不动产 本期预缴了 12000 应抵减12000 实际抵减12000 这是呢 税额抵减 紧接着还有什么 加计抵减 加计抵减 咱们前边 有一个7出 一般下面加减点 7出 咱们 私料4里边有的是1200 那么 本期的发生额 是多少 是用你本期 净下 本期净下 是332971 的净下税额 乘于10% 这是呢 33297.1 那么 本期条件 我们刚刚前面说过 是1690 其中有一个 2019年 年初的 那个呢 净下税额 做转出 他没有抵减过 现在不影响 那么本期的呢 加几点的条件额 那么 所以只有1690 他本期可抵的呢 加几点额 应该是1200 加33297.1 减1690 那么是 32807.1 这是呢 负列资料4 下边回到主表 回到主表 咱们呢 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按 试用税率 来计算的呢 计税销售额 是多少 是494万的销售额 下边 咱们的应税货物的销售额 那么你卖货那块是62万 咱们教材中写到应税劳务了 写的是错的 为什么写的错的 应该 这份是应税服务 那么咱们的应税劳务 这个销售额里边 不包括应税服务 所以不应该写 咱们的1不等于2加3加4 这是呢 做个小说明 紧接着减一计税方法的销售额 我们前边呢 算过 是2560101.71 这是呢 它的销售额的情况 一个 那么紧接着 它的销项税额 我们前边呢 算过 是341400 这是销项税额 进项税额 332971 那么上期留底 咱们呢 有这么一数字 是在演算纸上 已经留了 让大家留过 我这里面没写 让大家写过 那么是8000 即向税额转出 是26500 所以应底扣 即向税额合计 是332971 那么加上8000 减去26500 那么等于 314471 那么实际抵扣 由于你应底扣的税额 小于咱们的销项 所以实际抵扣 314471 那么加计 抵减钱 它的应当税额 用销项 抵进项 那么应该 那么抵减钱的应当税额 是26929 这是呢 26929 而 它的 这个 可抵减的 加计抵项额 是32807.1 那么哪个小 按哪个底 抵减钱的应当税额小 所以呢 按26929 来抵减 那么剩下的 这个加计减额 还剩下 32807.1 减去26929 还剩下 5838.1 截转下期 下期 它就会到 期出预额上 这一次呢 咱们的 这个加计减表 也就填完了 那么回到 增税额 帮主表 你的应当税额 就变成多少了 应当税额 就变成了 肖像税额 341400 减去 进行税额 314471 减加计减减 那么26929 应当税额是0 那么期末流底税额 是0 下边 减一进水方法的 应当税额 我们前面算过 是29660.19 这一个 应当税额减正额 有两部分组成 哪两部分 一部分是销售 使用过的工厂 按3%减按2% 征的呢 增税中 减正的一个点 是1553.4 还有呢 你的防伪税额系统 每年交的技术 服务费 和防伪税额系统呢 费用 那么全额底减 那是1400 所以应当税额 减正额 2953.40 这是呢 2953.4 这是一个 那么 所以应当税额 合计等于什么 等于 你的一般技术方法的零 加上 减计税的 2966.19 减去 应当税额减正额 2953.4 等于 26706.79 这是呢 他应当税额合计 应当税额合计里边 那么 本期已经预缴的税额 预缴了多少 你在外地 预缴了 12000 那么 也就是本期已经预缴税额 是12000 所以本期应补应退的税额 26706.79 减12000 剩了14706.79 这是呢 我们整个 纳税申报主表 它的税款交纳部分 它的呢 金额 这是呢 我们填的这张申报表 这张申报表 建议大家 你结合咱们教材内容 你自己呢 先做一遍 然后呢 数一下咱们申报表的 整体填写 算出来 本期呢 应补应退税额之后 我们呢 下边再填 申报表的附加税费 附加税费呢 它的成建税 用 应纳税额 14706.79 乘于 7% 那么得到呢 1029.48 那么 教育费加呢 那么是用 14706.79 乘于3% 地方教育费加 是乘于2% 那么这数字 我就不说了 这是呢 我们所介绍的 咱们教材中的 这道题目 希望大家呢 结合教材的题目 那么 把咱们的呢 这个表格 整个自己在计算机上 做一遍 对于不需要 特别深究的 你比如说 咱们的 那个 旅客运费 到底呢 是按照 那个旅客运费 除于 1.09 还是 那么按旅客运费 本身天 还除1.09 或1.03天 你不用过于纠结 那张表我问过 怎么填 你怎么填得过去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对于呢 这种销售呢 非自贱的不动产 开票 它差计税 到底是差额开 还是全额开 咱们教材写的差额开 但实践中 有差额开 有全额开的 那么这个内容 大家呢 咱也别太纠结 为什么呀 因为我告诉你 纠结半天 咱们做不了最终答案 那得听总局的 对不对 总局对这个问题 又没有明确的回复 所以不要把这时间浪费 再说 哎 我就要把它给搞定了 等您有时间 您在实践工作中 咱们有时间再好好研究 好不好 好了 这是我们所介绍的第三节 重点行业和行为 咱们的呢 纳税申报 和纳税呢 审核的有关内容 对于第三节 我就和大家学习这么多 这边 您的心情 本来的心情 请不吝点赞 您的心情 税申报